公寓大門貼上公告 洪字寫下社區裝設監視器 請勿入侵犯案 毫無保留直接公開 對方的穿著長相 這些日子以來住戶深受其擾 讓我覺得非常頭痛 新北市板橋一名30歲無姓男子 原本是廟會鎮頭 替朋友擔保向地下錢莊 欠下大筆債務 本金加利息超過400萬元 他陷入人生低潮 罹患憂鬱症 媽媽幫他用公司名義 購買一輛二手貨車 讓兒子去菜市場搬菜 工作還錢 今年6月無姓男子酒駕被抓 車牌被吊扣兩年 瞬間失去身材工具 一個月後他過世了 媽媽天天以淚洗面 還要被討債集團騷擾 他想賣掉價值100萬元的二手貨車 替兒子還債 沒想到這根本行不通 既然駕駛人就不在了 那能不能不要再吊扣這個大牌 讓我可以提早取回 我才能把車處理掉 少了車牌 貨車無法轉賣 債務繼續滾利息 還要付停車費 對當事人家屬來說 無疑是雪上加霜 駕駛人的部分已經往生了 所以照規定是免罰 那麼車主的部分 因為還是繼續存在 所以照規定必須要除以吊扣 車牌兩年 貨車車主是死者母親 交通懲處還是存在 寶貝兒子離開人間 留下處理不完的債務 媽媽想幫忙又陷入窘境 目前已經向裁決處申訴 希望有方法能夠解決問題 TVBS新聞事先人蔡新宇 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